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交易引发俄罗斯的强烈不满 曾被媒体解读为踩过了俄罗斯的红线 除为美国标枪反坦克导弹发射 瞬间但是后续美国媒体披露的消息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俄罗斯的焦虑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美国为乌克兰标枪反坦克导弹的部署 可使用设定了极其苛刻的限制 这些武器被要求配备给远离前线的乌克兰政府军 并且为乌军提供培训的美军 还会定期对这些装备进行核查清点 媒体解读称 美国是不希望这些极具杀伤力的武器落入敌人之手 美国在格鲁基亚就曾吃过猪队友的亏 俄格战争中大批的美国援助武器落入俄罗斯之手 还有很多流入黑市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披露 合意于格鲁基亚的军火黑市 亚美尼亚的一维其一支特种部队装备 美线全套的美式军靴也占加克和短刀 不信任都是一系列事件积累而来的 乌克兰在武器控制方面的前科之多 相比格鲁基亚而言也不惶多让 乌克兰东部武装此前就曾展示过一些高端战利品 诸如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反炮兵雷达 不过后来乌克兰政府军也抱怨称 美国援助的反炮兵雷达性能遭到阉割 堪称赤耳聋眼下 在战场上一点作用都没起 而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援助破烂的新闻报道 也一直没有断过 且几乎覆盖所有的军售及军援武器 例如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汉马车 这些车生产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部分车辆使用的还是塑料门窗 由于在仓库里放的时间过长 一些车在行驶了一两百公里后就直接爆胎 美国援助的防弹背心 也是美军在2005年就停止使用的型号 而美国援助的72架 R611B大压小型无人机模拟信号款 在乌克兰东部的战场上经不起任何的干扰 乌克兰军队目前被迫使用澳大利亚 中国 捷克等国公司的零部件 自行组装无人机 在战场上要比美国的军用无人机好用很多 其实美国坑乌克兰 将援助武器性能阉割 一方面是不想做援大头 成为俄罗斯的运输打队长 另外也担忧这些武器 最终可能落入恐怖分子手中 此前早有报道 在乌克兰战场上作战的武装派决成分非常复杂 一些极端分子在乌克兰与中东之间流动 武器也随着人员流动而转移 2018年初俄军缩到25 在叙利亚的便携式防空系统记录 当时俄没猜测这些防空系统来源时 就认为乌克兰有着最大的嫌疑 另外在武装分子用无人机编队突袭作续俄军基地事件中 俄军也披露无人机上携带的炸药上 有乌克兰的指纹 尽管两次事件受伤的都是俄罗斯 但是极具杀伤力的武器落入恐怖武装手里 对美国来说始终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对于乌克兰政府对武器控制薄弱的指责 不仅来自敌人俄罗斯以及友军美国 自己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乌克兰首任总统利昂尼德克拉夫休克 曾经就乌克兰当年放弃核武器 是否明智的问题发表看法时 就曾对乌克兰对武器控制能力薄弱 做出自我批评 还将乌克兰手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景 形容为拿着手榴弹的猴子 伤人但是更大可能是害己 2017年9月26日 乌克兰文尼茶州 一座存放有18.8万吨弹药的军火库爆炸 导致5万余吨弹药被毁 乌克兰军事检察院调查判定 军火库爆炸戏人为破坏 当时就有传言称 军火库其实是遭遇抢劫后 大概率是内外勾结监守自导 被引爆以湮灭证据 据称军火库中被截走的武器中 就包括大量併挟式防空导弹 而自2017年以来 媒体公开报道的乌克兰大型军火库爆炸事故 就有四起 美国凯托学会曾发布评估报告 美国多年来毫无节制的向高风险客户受入 被自己的安全埋下了过程 毫无疑问乌克兰就是这类高风险客户 但是乌克兰作为欧亚大陆棋盘上的重要棋子 在美国的抗俄大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了政治宣传美国也必须不时的向乌克兰送温暖 这个与俄乌要举行海上联合演习 而美国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维斯米切尔 近日也表示 要扩大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 鉴于乌克兰不良的武器博管记录 俄罗斯专家猜测频频爆出的援助武器缺陷 或许是美国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利益的套路 文等类图中 可见堡垒T配备的KAB三型125毫米滑膛炮 尚未安装主炮及传感器的炮塔 涂为刚完工的底盘主体 还未安装装甲 复重轮及履带 记者登上堡垒T坦克底盘查看 正在坦克生产线上工作的专业汉工 工厂驾驶员的厂内测试 刚下线的新兴堡垒T坦克 可见侧面的爆板装甲只安装了一半 记者搭乘堡垒T坦克体验之一 记者搭乘堡垒T坦克体验之二 图为堡垒T坦克的原型 T84M堡垒M宣传图之一 图为堡垒T坦克的原型 T84M堡垒M宣传图之二 2017年6月1日08 44比36 乌克兰政府对军队非常不放弃 其实也根本没有能力掌握全部军队 所以在可控制军队的基础上 组建国民警卫队 其目的就是为了取代之前的部队 图为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女兵 但是整个国民警卫队的建军过程相当仓促 征兵标准宽松 只要应征者身体健康 无犯罪纪录 年龄在18至40岁实际放宽到55岁之间 均可申请入伍 服役时间3至5年 图为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女兵 根据计划 应征者入伍后要接受为期26周的集训 课目包括射击 格斗 阅读地图和使用通信器材 图为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女兵 虽然兵源素质差强人意 但国民警卫队吸满了大批心狠手辣的乌集团民族主义者 整体战力不可小觑 乌克兰总计组建了约80个志愿者营 据外媒报道 面对清俄武装时乌当地军警普遍士气低落 持出不前 真正肯卖命的只有国民警卫队 作战中 国民警卫队表现凶悍 扮演了冲锋队加县兵的角色 图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参观国民警卫队培训中心 但是虽然国民警卫队解决了乌克兰政府的燃眉之急 但是同时巨大的隐患也不容小觑 乌克兰各地的寡头成绩大肆扩张自己的私人武装 建有军阀歌剧的态势 除为乌克兰石油大亨的私人武装 除为描绘最近曝光率很高的乌克兰寡头之一 前地涅罗罗比德罗夫斯克州长 亿万富翁伊格尔克洛莫伊斯基的漫画 这些部队名义上 由乌克兰国防部和内政部同属 但其军下却由寡头们发放 除为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女兵 为打击东部民兵武装 时任地涅罗比德罗夫斯克州长的科洛莫伊斯基 处资组建了志愿反恐营 长期来看 这些私人武装可能造成乌克兰军阀混战 因为这些武装有自己的地盘 其靠山则是那些无法无天的寡头们 比如科洛莫伊斯基之旅 但是对于这个难缠的地头蛇家大佬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所除了解除科洛莫伊斯基又的州长职务外 居然拿后着包括其私人武装 一点办法都没有 除为两人在会谈中 未来的乌克兰将往何处去 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这些似乎无所不能 同时也无法无天的一方诸侯 而身处漩涡中的乌克兰国民警卫队 是挽黄蓝鱼祭导的英雄 还是国家分裂集之后更大危机的罪人 只有等于是做出评判的 除为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女兵 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女兵 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女兵 2016年4月8日10 04 44 就是